机场离近大厅秃头男 公然搂抱身旁的眼镜女 抚摸大腿亲吻丝毫不避讳 两人就像是恋爱ing的情侣 可是这位秃头男 他正是已婚的大学教官 而他怀里搂着的 竟然是陆极交换生 其实我非常理解您的感受 因为我会知道才知道 您是今天才知道 我以为您一直都知道 我一直都不知道 电话中陆极交换生 向袁佩道歉 说自己不知情 不过两人早已多次相约出游 由于这位苏姓教官 常常不回家 因此他的妻子 多次向辖区的警方 通报他为失踪人口 这位海军出身的苏姓教官 曾任海军司令部连长 转任大学教官 而他似乎钟情校内人士 除了原配之外 还有台籍女大生小三 陆籍生小四 小五还是个校内行政人员 看得出来苏教官 男女关系相当复杂 为了我们台湾女学生的 教育环境的安全 这种狼尸还可以存在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影片我都拿给你了 你等一下就了解 我对你算很客气了 医院直询夸张教官 炮火狂轰 台北市长柯文哲 面色凝重 还比出砍掉手势 打算快刀斩乱麻 实际拨打苏教官的电话 无法取得联系 不过他向周刊回应表示 影片中的女子不是学生 两人是礼貌性的拥抱 一切都是妻子恶意报复 这个我要询问一下我们长官 已婚教官声谢桃色风波 又牵扯出家暴 现在与妻子对付公堂 两人过往甜蜜 你去哪回 记者林俊峰林俊峰 台北采访报道